各位球迷朋友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歡迎大家持續透過我們的轉播一同欣賞 4月3號 禮拜六在桃園巨蛋體育館的 SBL超級籃球聯賽 今天第二場的比賽是由玉龍娜智傑 來對上台灣銀行 那轉播的部分是持續由 堅信科技大學劉夢柱教練和我林東偉 以及全體辛苦的轉播團隊 一同來為大家服務 這兩支的球隊在上場比賽 都是面對到台敵而且都贏球 那玉龍這邊的先發五人 班霸 周伯承 呂正如 盧冠良 以及李凱諺 那台灣銀行這邊呢 則是林志維 謝宗榮 Irvan 吳宥瑞 以及喇叭 張博勝 林志維再給到Irvan Irvan已經溜進去了 非常簡單地在籃空左側做到一個 先行開張 再交給到班霸 中距離的輸手有 貝莉凱諺給敲走 再回給到呂正如 第一時間沒有投 再後撤步打一道三分距 後來張博勝搶到 柔仁外圍的三分有了 今天是5比5 班霸把這個球硬是扛了回來 再換到籃框 另外一邊把分數放上去 1分吧 哇 哇 哇 這要切進去 反倒是隊友擋住他的肚 沒錯 外圍有三分球 投進 但結果對台北還是這樣 目前拉可拿下6分 班霸 轉身擠一下 出手有了 外圍的輸手 外圍的輸手 今天在育龍這一邊 林宜輝減號 然後班霸 在李凱彥 還有盧冠良 早發的進攻都稍微有點小當心 對 這個基金最後球轉了進去 李凱彥把分數給放上 哇 中距離的出手 潘香偉上來幫忙球隊 先來吃吃可 吳佑任 再給蘇世軒 蘇世軒 拔起來 投得出手 進 這是才在三分線上的兩聚球員 對 那其實那一段時間其實感覺到 其實蘇世軒並沒有像我們所以往認識到 在大學UBA時期 他的不管是三分非常高 那其實太 痾痾痾 最主要詢問我是說 他問我在他在這個 世大運培訓的那段期 下功夫的一個球員 那在這一波的這個三分 甚至到前面一個籃下的得分 其實看得出來 其實他慢慢已經去找回 他原本應該自己的節奏 而且他們的防守上面都屢屢造成 其他球隊喔 進攻上蠻大的一個麻煩 好 紫瑄 在籃底下放進了 感覺進 直接投了李凱彥的三分 有 要被擋住 給他外圍林一輝 拔起來出手 進 三次的出手 而玉龍隊在第二節 兩分線上出手三次 三分線上出手 十一次 其實所以這個 反倒讓玉龍這邊有在第二節的最後一集 李凱彥直接殺了上去 再轉小球 再把分數給放上 最後 高亮給到中間 謝忠榮兩步上去 沒有下球 就直接把分數給放上 林輝再想嘗試外圍 這球進了 三個球 林輝 林輝切進去小球 板把這個球 定板 這個輕鬆帶來一下都流去 這一球外圍 讓周瑋晨投進了這一個兩分 再回給到Irban Irban在呼頂高建毅 高建毅切進來 電波再給Irban Irban殺上去 Irban Irban 今天這球沒有 再回給Irban Irban殺上去 上籃 哇 又是從中間的拖子 小球交給到板把 板把 查板得分 哇 打得真的夠強勢 直接catch and shoot 救了 哦 胡開槍 最後兩秒鐘 高建毅 哦 夭翔 6比4-4 育龍還是領先兩分 這一球 哦 三分 育龍這一邊的一個進攻 又被擋下來 蘇士軒等一下 wide open NO! 三分投進 蘇思璇 哇 也讓這場的比賽 台灣銀行到了第四節 李凱彥交給班爸 這個球拋頭打板進了 可以干擾到 李凱彥衝得非常的快 盧冠良 上籃得分 打得是輕鬆啊 但是這次離凱彥衝 吳冠良 這一球掉了 哇 背後的傳球 拉到 Urban直接上籃得分了 不過近期看到Urban都是這種 快攻的時候就是 這個上籃得分啦 對 但你剛剛也講到 可能 應該他腰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況 所以讓他這樣的一個得分 中神上來 班爸補一下 御龍隊的進攻 呂震如來到了中距離 出手機 分數又再度的追平 哇 那呂震如的投籃還是非常 Urban換到左手的上籃 沒有問題 都在座的領先 外圍盧冠良的三分距 對 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謝忠榮 這個球勾射有了 謝忠榮 這個球掉了 這個球掉了 K-T-N-SHO 盧冠良 再來一個三分球 哇 這一季三分對越紅隊來講 非常的關鍵 因為至少 好 場邊要來訪問到 是第四節先生盧冠良 冠良今天你在第四節 拿下了八分的一個進仗 那今天這場比賽 而且也都打得非常的焦灼 第四節 你來看一下 你自己的一個表現是如何 我覺得就是 戰術做出來的 功能就是把握 把握手機這樣 對 那其實在第四節 那也讓對手這邊 只拿下了十分 鄭靖靖 你們在防守上的指示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主要的進攻 進攻的人 都是那個從 Earby那邊進攻 我手號的話 就 就盡量保守一點 不要讓他切入 因為他切入的進攻比較 破壞力比較強 就盡量 讓他在身分線外面做進攻 對 OK 今天恭喜你 有非常好的表現 謝謝你 感謝 好 這一場的比賽呢 轉播的部分 也要在這裡告一個段落了 那也非常感謝劉某竹教練 今天的精采講評 我是李東為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明天還有比賽 在桃園巨蛋體育館 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囉 晚安 拜拜